全戰倒數進入關鍵期了 與誰同框 站不站台 通通都會引發話題 先來看到民進黨這一邊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再度因為和武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 黃申申的交旗 又引發討論了 其實在國慶當天 兩個人是參加了一場黎明活動 意外的同框 不過當時王世堅就說 有報備過了 不過同黨的詮詩中 在第一時間就表示了 黨有黨紀 不過陳時中今天就再度解釋了 他說他以為是這個黃申申辦活動 王世堅去參加 後來才釐清 其實是兩個人 都參加了別人的活動 不過那麼就怪了 王世堅到底要和誰報備呢 結果今天王世堅表示 是和自己的良心報備了 活動上碰頭 熱情的拳頭碰拳頭 長達五秒鐘 五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 和民進黨籍台北市員王世堅 兩位老朋友 時候在大同區一位里長的活動上相遇 王世堅還公開讚聲 兩位好友選舉場合再同框 陳時中第一時間表示黨有黨紀 但後來又說原來誤會一場 沒有 我是說如果是黃珊珊 開的一個大會 他們是共同於參加別人的活動 那毫無其他的問題 那都屬於個人的自由 陳時中確實一開始有一點小誤會 靈魂不受黨紀管 這是我想民主自由的國家就是這樣 老友多次同框 沒踩在黨紀邊緣上 但王世堅和黃珊珊一見面就說 有報備 報備對象又是誰 我是說我跟我的良心報備了 我為我的感情負責嘛 他是我二十幾年的好朋友 我是連連著這樣跑 我全然不知道 我用的是智障型手機啦 我沒辦法說很及時的收到什麼訊息 救出手機要證明自己到場前 全然不知會和黃珊珊巧遇 北市選情激烈 就怕一不小心就要越洩 華視新聞張快騎彭萬寧台北採訪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